我們就準時開始 今天晚上的折禮 那今天是邀請大陸玉秀老師 你跟他談北歐略整社會民主博士 下面的一些故事 故事包括 怎麼解決少子女化的問題 玻璃的問題 跟一心的問題 那待會一定會很精彩 因為我讀過好不少的文章 那待會一定會有很多的分享 不免說 還要問一下 第一次來折禮的請舉手一下 哇 蠻多的 常來的 來過的啪啪阿虾 歡迎一下我們親友的鼓掌 那我是說九年 勞政的秘書長 那今天來主持這一場 如何因應這個少子女高齡跟低新 北歐社會民主模式 那因為我們最近最後一本書 叫社會民主是什麼 瑞典實踐的方法 待會 醫生老師一定會講得很精彩 那我就不多言 不過 講到少子女化呢 我記得 我就先從一個笑話開始講起 有一次我到內政部去開會 我就看到統計數字 2012年 2011年 我們的生育率一直都下降 大家應該都知道對不對 這個下降的速度跟狀態 如果再度努力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危機 這個危機包括說你現在的勞動力 你的社會福利體制有沒有辦法維持 學校有沒有學生來念等等這些問題 後來2012年突然間又提高了 為什麼 農年 農年 所以 其實今天不用談了 我們其實找到屬如屬 從12生肖都改了 你又好嗎 你又改管了 我現在來幹單 就是因為我現在來幹單 我們碰到的問題不只是少子女化 還掛高領社會的問題 還掛掛低薪的事情 那如何來解決 我們今天可能 在 我相信易修老師有很多他的想法 但是更重要的是 等一下我們一起討論 如何撞提出未來對台灣的想像 對台灣 台灣能做的 如何讓台灣更好 那今晚有啪啪啪蝦 歡迎一下林修老師 謝謝 這個題目看到有這麼多人來 還把我嚇大跳 然後剛剛聽到 剛剛很努力 很認真 請大家的自我介紹 還有我關心的議題 真的很 我很想要一直講北斗 這樣子 然後有北歐太多地方都值得講 譬如說 沒有什麼政策 有沒有什麼政策 那應該說北歐人去設計政策 自行政策 那個是最厲害的 根本的一個東西 我會在學校開兩門北歐的通識課 有一個叫做北歐兩性關係 本來叫北歐女性主義 別人跟我說這樣不好啊 這樣男生就不來 然後另外一個叫北歐平等主義 這樣子 但是我今天要講的是 會在北歐跟台灣之間磨動這樣子 然後為了節省怎麼講 讓他比較聚焦 所以我就做了PowerPoint 那這個PowerPoint 因為是 我這下面有講 就是 劉玉秀與托育長照女性就業三合一政策 這是一個大的團隊 那這個整個團隊在這本書裡面 這個三合一照顧政策有收在這本書裡面 所以是非常大的一個團隊 然後我們搞了這本 我手上也有買 這個書的捐款 不是捐款 對 收入捐給台灣公共教育協會 推公共的國語 包括兩位非力幼兒園的老師 不過等一下會稍微說明一下 這個整個是更多人一起 所以首先講台灣的狀況 其實我今天會 我就想說 就是會不會跟大家的期待有一點 比如我會比較聚焦在台灣 但是會不斷的去參與北歐 因為我們去思考台灣的這些問題的時候 找到可以覺得有一條路可走的 那是參考的模式架構值得多 那現在這個圖是台灣正在路程 這個是二十年間國小在學人數的變化去寫度 所以台灣的國小人數 所以你們如果想到剛剛說想要做教職的 那個有年就買骨舌拍就說是過日才定 就是對 就是我們的人口 小學生的在學人數是在路程下去的 那麼就往上路程 然後我們看到 大家看到全台灣這個二十年間 少掉四十趴的小學生人數這樣子 然後呢 像所謂的台灣省 台灣很好玩 怎麼會變成六度跟台灣省 台灣省就狀況很糟 譬如屏東縣燒掉五十趴 但是大家不要覺得說 那就是台灣省 那些幾個縣市燒很多 那我們現在是在天龍國在台北 對不對 我們來看台北燒掉六十趴 一樣啦 四十六趴 然後大家會認為說新北市少掉 新北市是年輕人很多 生育率很高的地區 大家看到它比全台灣還糟 少掉四十趴 也就是說我們這樣延宕下來的結果 新北市能夠在生育年齡的人也老掉了吧 簡單來說 那現在狀況比較好的就是桃園新竹這樣子 可是也都是少掉的這樣子 那不過剛剛有朋友說 這個對世界來說是好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下來就是說 恐怕有時候是比例的問題 就是說你不可以 你要少的話你可以是 譬如說生育率 1.7 1.8 1.6 但是台灣的生育率今年只有1出頭晚 就是1.07是不是 對 對 就是說那個比例不對 我們看到這個是這一條是水門嘛 然後這個水藍色的是畢國 對 然後這一條下面跟我們意不意去的是韓國 所以日韓是在這裡 台灣是在這裡 所以我們這個東亞的儒家文化國家 不是說無後有 不孝有三 無後為大 但我們通通都在這裡這樣子 就是生不出小孩 然後我們這個時候還在這個圖裡面 台灣的韓國這個圖裡面的這些國家裡面 高齡化最低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說 你對就是這個速度和這個坡度不對 你知道嗎 你可以緩慢的減少你知道嗎 但是不能夠這樣子這樣子 就是說史無前例的高速高度高齡化 會考驗這些東亞國家是否能夠存續下去 那當然我們接下來需要講的就是說 怎麼樣才是一個 不是說要像以前生三個四個 讓人口又多起來 而是緩慢的減少發展 至少讓它緩一緩 那我們看看各國的不同政策會有什麼差別 這個是挪威學者講的 1987年 他講出這個時候 北歐的制度老早就往這個方向走 他說女性作為有仇與無仇的照顧者 主要的高齡人口 越來越不情願的生育者 站到了人口難題的中性點上 因而成為經濟政策的中性和良 就是這種視野 讓今天北歐女性爭於就業 與生育的雙高圈 然後東南亞國家相反 讓女性爭現在就業也低生育也低 所以它是雙低圈 我們來看看這個2016年各國女性就業 雙高圈與雙低圈 我們看到雙高圈有沒有 最漂亮的都是美歐國家 這邊是勞參率 勞參率往上是高往下是低 這邊是生育率 所以生育率和勞參率都高的就是美歐國家 然後我們這些東亞的這些 難解難妹難兇難尼 新加坡 台灣 韓國 香港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看看 我們能不能就是把台灣從這裡這樣子 往這邊使過去這樣 來安能否以北歐模式為大方向 使女性脫離就業和生育的雙低圈 來邁向雙高圈 然後我們來做一下國際比較 老化速度的差異是取決於生育率 我們看這一個圖 北歐是人口老化最早的地區 因為它的社會福利做得太好 然後1990年的時候瑞典 就18%差不多 那日本是12% 然後到2014年 那麼它就增加一點點 變成19.5 那日本變成22.1 台灣要到達日本這樣 就是15年後很快 台灣很快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是一個死亡交叉 然後瑞典它到2060年它也不會超過現在日本 這樣子 它就大概會就是這樣子穩定 我們看到日本它卻會往上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那個圖 爬到40% 那個差別在於生育率 就是北東國家的生育率大概在人口替代率那個程度上 然後日本現在的生育率有多怕高 他們很努力 現在應該是1.46 這樣子 不到1.5 但是都怕高 那我們看到畢國 我們的生育率現在 目前也目前不到1.1 對嘛 剛剛說1.07 對對對 好 那我用1.1算的話是到2060是41%高低人口 好 就是這個 這個是Nature很好玩 那個自然雜誌 大家知道我看到 有貢心力很高的自然雜誌 他看出一篇 賓州大學經濟學家同學會做的研究 他說這種差距應該是照應與東亞 富裕國家未能建立制度實現工作家庭平衡與性別平等 這樣子 然後我們來看一看這個像瑞典 這些國家女性的教育都是高的 那就業瑞典師當然是最高的 德國也蠻高 母子要求瑞典就是很自然很合理 然後男性也好 社會也一樣很好 都是共同來分擔 然後當然他的生育率是很好的 然後德國跟日本他們都認為這個生育率是不行的 德國目前有稍微好一點1.5 因為他祭出了那個公共脫育政策 也是看公共脫育政策開始有改善 那台灣就是這樣子了 母子要求是超高超高 這幾個國家都超高 然後這些卻超低 那生育率當然就超低 這個母子要求超高這件事情 恐怕是亞洲儒家文化的國家 就是我們的科考文化過度教育 不合理的過度教育造成 你很愛小孩也講不出第二個想法 養不起也沒有時間 也沒有錢 因為你花了太多錢在過度教育 那女性的就業率 你看這個是年紀 然後就業 貴國好像變貴國 台灣是紅色這一條 我們是因為有科考制度女性又受教育 怎麼講受得很高的教育 所以到25到29歲才進入就業市場 你看別的國家都比我們糟 可是進入就業市場就已經讀了研究所 就快30歲了 然後直接就看到生育年齡 一生育年齡你以後就往下掉 然後一路往下掉 以至於你看到以後 到人生最成熟的這個地方 55到59歲這裡 台灣就是你可以看到 這樣說好了 這個成熟女性勞動力的流失 就是可以說是台灣的活力勞動力 尤其是高齡化以後 女性的老年經濟安全 以後會很麻煩很麻煩 這一個 對 那解決的話大約可以這樣說 我們就是要像瑞典一樣 從這裡把它拉平你知道嗎 把它拉平變成就業的高元期 然後到對不對 到60歲以後再下來就是這樣 不要讓它掉下來這個是很關鍵 台灣的女人離開職場以後 掉下來以後 她也不會變失業人口 她就直接變成不就業人口 她就不就業人口這樣子 就回不去了這樣子 然後台灣 我這個竟然忘了弄 這個婚育的主要考量竟然是有工作 就是說要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最多是44% 家人要分擔家務對生育有共識 也就是家庭內的性別平等是14% 她說這樣她才願意生育 職場要平權 又要讓她能夠兼顧家庭是13% 這整個加起來就是68% 簡單來說就是女性能夠兼顧工作和家庭 然後能夠有性別平等 她才願意婚育 今天她就跟你這樣講的 以前我們是說 那個男的有穩定的工作收入 我才要嫁給他 我才要生小孩 今天她說的是我自己 我自己要有工作收入 我才要婚育 所以整個世界已經不一樣了 然後對症下藥 所以我們就一整群人就弄了這個政策出來 這個解套辦法思考 我操作的時候有問題了 就是說我們要做的是什麼 要讓女性來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 要有友善家庭的工作環境 再來這是Asting Harris說的 就是說 在欠缺普及公共托育的國家 普遍有高學歷女性不願生小孩的現象 相較而言 在具有普及公共托育的先進國家 生育率最高的反而是高學歷的女性 然後Asting Harris說 北歐社會民主後期 不是早期比較晚 他創造就業 是賴公共托育和照顧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去說明 這個是這兩位他專門 他講北歐 他說北歐家庭結局與舒服度日的差別 端在這個爽星 所以我們現在解套要放在爽星 解套思考辦法二 1978年的時候社民黨的大會 他就提出了一個通過了 極富遠見的家庭政策主張 墊下這個基本的方向跟價值 為北歐國家奠定穩定的人口結構 並開發充足的勞動力 他是這樣說的 我念最後 他說男女平等必須落實於家庭 工作場所和社會 如此才能夠創造最有利於兒童的社會 我們常說媽媽要工作就會對兒童不利 他完全不認為這樣 他認為你要讓女人 他的所有的權益受到保障 然後小孩他才能夠對小孩最有利 那台灣今天恐怕完全反其道而行 那解套辦法思考三 這個是剛剛講的密集母子 過重的這個沉重的母子 我們今天就認為 我們今天就真的流行 不只說你要餵苦難 要餵很久 而且乾脆就辭職在家裡照顧 現在變成是女人 變成有這樣的壓力 Aspin Anderson 這位是社福界的大師 他說人們素來普遍認為 將家庭責任移轉到家庭外面 譬如把小孩送到外面去被托兒所或保護照顧 就會危及家庭生活品質和家人之間的連結 但是所有證據都恰恰指向相反的方向 研究顯示當家人的照顧負擔 因為獲得公共照顧減輕時 世代間的聯繫就變得更強且頻繁 這指的是老人 老人 他說你像義大利這些國家 傳統的國家 他丟給某一個人照顧的時候 別的家人都閃得遠遠的 不願意靠近 因為你會有罪惡感 還有就是你也要去分擔 如果就是那個人照顧 如果你也去照顧 那個會很沉重 你就不如裝作沒有 他說同樣的 享有公共 享有托育服務的家庭 他指的是公共托育 因為他認為私人的托育 對托育來說商業化的托育 營利化的托育 商品化的托育 他認為那個完全沒有 這個不對啊 沒有用這樣子 不對 他說父親也叫投入女兒 婦女運動 他後來變成學習婦女運動 我覺得他會給婦女運動 帶來新的使命和復蘇 他說婦女運動教導了我們這項重要的道理 傳統家庭主義在今天已經成為生育與親子的最大障礙 這是他做了長城的跨國的研究以後得到的結論 這是2004年的婦女政策當例 實施二元分立相輔相成的混合經濟體制 對於托育照顧等再生產 面向實施福利化公共化非營利之社會主義經濟 與生產面向之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 形成二元分立相輔相成的關係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婦女政策綱領背後的那個北歐的影子 就在這裡了 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這樣 我們今天要去做政策說服的時候 這當然也很難的 一堆人認為托育就市場就好啦 自由市場就好啦 比較有效率 可是我們的婦女政策當例老早就是這樣子 這一套政策提出來 有三個點提出來 很可惜都沒有好好做 所以勝率率一直掉 第一個是台北市婦全會和女性學學會 台北市婦女權益處境委員會和女性學學會 出版的這本女性國家政府工作 這本書到現在都買到很多人寫論文都還用 再來就是陳水扁總統的555照顧政策 就是普及照顧政策 他那時候福利政策有兩套 一套13333政策是發洩金的政策 就很快就淺發出去就實現了 請就沒了就好了 然後555就是要照顧老人 照顧小孩的政策 就跟你說在這裡就沒做嘛 對不對 然後就繼續掉了 再來就是蔡英文總統的 托育長照女性就業三個照顧政策 是在這裡提出的嘛 那我們就來看看會不會做這樣子 或者是說我們也要努力的跟 讓社會曉得說要這樣做 因為他們去做的時候也有困難 譬如說托育營利化這麼嚴重的時候 那業者就會阻撓 所以如果人民的 所以可能是人民 怎麼想啊 有一句話說 人民沒有共識就是政府最大的幸福 這樣子 所以我們還是要先說服這個 好 北歐摩世的民主組合機制跟台灣實踐 我們看下面的解釋比較清楚 民主組合Democratic Corporateism 或者是參與市民的參與市組合主義 這種機制是由主管機關就某一政策領域 邀請相關的各方政府部門民間組織專家學者 福利使用者國家主團令共主組織等等組成委員會 負責政策的研議決策道執行一體稱行 那台灣的這個實例就是性別 行政院性別評論會還有各縣市 譬如說剛有非營利幼兒園的院長老師來這裡 非營利幼兒園的生意會 這個是我們在很努力的 在過去的二十幾年間去發展出這種 具有北歐的民主組合模式的這樣的一個決策機制出來 這個比什麼叫公民咖啡 公民咖啡杯 就是不是那種 北歐的Democratic Corporateism 是一種建制的制度institutionalized Deliberation 就是說制度化的民主審議 譬如說行政院性別評論會 他是制度化的 他的召集人事院長 他的組織章程等等等等 他的院做機制他是制度化的 各縣市的非營利幼兒園生意會 他是在幼兆法第十條定在那裡 因此他是法定的這樣子 所以都有這些在實施 所以非營利幼兒園現在開始在拓展 等一下會說明 然後 對 你們剛剛有人問到那個裁員的問題 北歐稅收這麼高 那我們台灣怎麼做 在我們一再的提出這個過程對於 首先我們要能夠去 讓他有可行限制 我們就必須解決裁員跟進退架構 然後台灣的政黨政治人物只會減稅不會加稅 那怎麼樣在這種狀況下 我們還是可以往這個方向走 或者說北歐也不是一開始大家 就那麼高的稅收來做這些事情也不是 也是一步步發展出來的 簡單來說是一個使用者致富而為主 加政府負擔為輔這樣的一個概念 這個可以很靈活的去調整 政府如果願意拿得出比較多的財源的時候 那你使用者致富額就可以少 但是不管如何我們讓他可以上路 如果他的經費架構是這樣的話 那麼使用者致富而為主 那你政府的負擔就不必太多 譬如非營利幼兒園為例 6元目前80出頭了全台灣 那小燕上台以後她就說到109元 全台灣要到300元 現在80元 所以她會一步一步擴大 那你要怎樣設想成本 她每個小孩全台灣差不多是7000元到8500元 那家長的負擔是50%到100% 那這樣算起來每個小孩每個月做是3500到8500這樣子 譬如屏東3500 台北差不多8500這樣子 那大部分縣市是70%這樣子 那台北市就採取政府無負擔 由家長自己平分的話就整個 不過沒有政府還是有負擔 因為他的場所設備這些是政府負擔 然後這樣的一個架構 無論家長或政府負擔都不重 政府負擔得起普社 家長養得起兩個小孩 就是這樣的一個結構 那交保人員的薪資是教育部整個把它規定起來 所以目前平均全台灣幼兒園的工作人 那個交保人員平均薪資是35K這樣子 我們知道台灣私有就是很低喔 對就是25K這樣嗎 25K左右 25K左右 OK 25K 就是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它會促進雙重就業 就是教保人員可以就業母親可以就業 活絡經濟擴大水積簡單來說 那因此這一套是一個自行生產裁員的一個 一個社會政策 因為它能夠促進就業嘛 對 然後你又能夠把小孩養得好 然後是未來的優良的勞動力 知道 這整個思維就是北歐的思維 那這個我們只不過是讓它在台灣稅收 這麼低的情況下 我們怎麼樣讓政府願意買單這樣子 然後教育部到各縣市就開始去推銷 推銷這一套東西就跟縣市政府說 你每設一所四班的公佑 你每年縣政府就要籌700多萬 對 你設四班的非營利幼兒園 如果政府負擔七成 家長負擔七成 政府負擔三成 那教育部跟地方政府來分擔這個政府負擔的部分 他說好 那你縣市 你只要負擔每年三十幾萬這樣子 這樣子這樣子 其實就是這樣 我一定要找到這個東西 我跟你講這就是北歐 什麼東西叫做北歐 難道把它跳過去了 這句話 這句話 政策設計執行是數學的問題 是邏輯的問題 是人性民情的問題 更是價值也就是大方向大策略的問題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就這麼簡單 譬如說剛剛你們說 那個錢是怎麼算出來的 你就是要有辦法算出來啊 我們怎麼樣能夠算到 就是這種 這種東西你就把它串出來 對 這個以後如果 你真正要把它完全公共化 用稅縮取負擔也不會沉重嗎 你們知道公佑 剛剛沒有講公佑 就太沉重了 政府負不起的 公佑的問題不怎麼政府負不起的 下午就早早的把小孩趕回家對不對 媽媽還在上班 然後憨暑假也沒有 就說憨暑假也沒有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的孫子女去上公佑 不是我的女兒要辭職就是我要辭職 簡單來說 好 那我們怎麼樣去弄出一個可信的東西 好 那現在政府就願意採取了 然後這一套 偷育長照女性就業三隔一政策 它是性別偏的政策 也是經濟建設的政策 它的內容是 平價優子普及的公共托育服務 平價優子普及的照顧 老人的照顧服務 然後是充分就業 然後它怎麼樣造成充分就業 托育照顧公共化 對 你就有合理的薪資 因為這些工作基本上都是勞力密集 愛心密集 耐心密集 因此它譬如非營利又遠 人員的薪資佔它的成本裡面 就17成到8成這麼高 所以如果你要營利的話 那它就必須從 老闆必須從這裡來 所以一定就造成超收和 超收等等 違規地心 然後才能夠保障品質和評價 然後這樣你才能促進雙心 對不對 這個雙心來自於哪裡 來自於你有了這些照顧以後 老人小孩有了照顧以後 你可以去就業 然後這些照顧老人小孩的 這個公共化的工作 事實上也是提供了大量的工作 就是北歐我們剛說的 後期的北歐社會民主 因為社會民主是最強調的一件事情 就是就業工作就業 那創教就業的一個 最後他們完成的一塊 非常大量的就業就是 拖育照顧公共化而來的就業 那這個就業在台灣 就會造成非常的低薪 或者像外勞一樣的工作 農工一樣的工作 那我們公共化才能使它 有大量合理性質的工作這樣子 然後如果你有大量合理性質的工作 如果你的薪資是什麼 22K、24K的 你很難去活絡在地經濟 但是如果你是35K、40K的時候 而且它是第二份薪水 就是兩份薪水的時候 你才有可能 帶小孩去吃的玩樂、吃火鍋等等 買比較好的吃的玩樂 你就會活絡在地經濟 促進兩份陽性同的就業 這是北歐的一個概念 評價共共托育和照顧 評價共共托育 我們剛剛說 台北市它已經要開始接受政府補助 它的非營地優源 但是它不要 它要把它少幅度 因為它不要跟私有造成差別太大 它很難應付 所以它說要把它維持8000元 就是讀台北市非營幼稚園 它要維持8000元 你說8000元 你每個月省多少錢 然後你也不會像公幼一樣 爸媽有沒有寒暑假有沒有 整年都有 那你現在台北市 你們知道可以讀這個幼稚園 就每一個小孩 大概就是每個月省1萬 對不對 然後一樣照顧老人一樣 這個東西這一類的 你可以把它看作一個社會薪資 你要老闆給你家薪1萬元 蠻難的 但是你養小孩這樣 馬上他每個月光光這個你就省了1萬這樣子 簡單來說 這個是一個社會薪資的概念 然後在這樣之下雙重修進就業 你就能創新 剛剛講過 北歐一個家庭束縛生活 或者居度日的差別就在於是否創新 然後你就能夠關解地心之苦這樣子 而且如果你能夠經濟 促進經濟繁榮的話 怎麼樣去解決地心就比較有辦法 然後提升家庭的收入跟生養能力 然後來減緩高齡化 簡單來說 他北歐就是這樣作用 所以他沒有流動頻不足的問題 沒有因為女性都會就業啊 然後沒有高齡化問題嘛 就是你北歐跟日本比 他就不怎麼有高齡化的問題 好 關於我們剛剛講公共託育 這裡有一些簡單的原則 你怎麼樣才能夠看得到吃得到 你就要讓政府和家長都負擔得起 那政府要負擔得起 夫妻提供才能看得到吃得到 家長要付得起送多糧二孩 才能夠解除低生育率 你只能生一個沒有用啊 生育率就是你 然後要讓支持父母兼顧工作和育兒 因為你政府花再多錢都不可能政府去養 像好像有人都說政府來養 那是沒可能的事情 一定是壯有所用才有辦法 又有所長這樣去 你不可能替人民去養小胖 所以你還是要讓他兼顧工作和育兒 然後就是這些這些 這個辦法齁 年到二歲的公共托育 這個長城覆蓋瑜應該要到達30%以上 一個是現在已經前瞻計畫有在做這個公共托育家園 然後又是公共居家保母 後來那些保母說他們要叫非營地居家保母 我們現在正在演繹這個東西 就是透過剛剛看到的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他去演繹這個東西 你放在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就會是這個觀點 你放到那個設政單位他會說兒童權益 然後他就會說就會一堆其他的顧慮 就不是這一套的 就會造成我們現在弄的所有那一些東西 所以要說服也還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一步要取住 那三到六歲就是長城公私比應該到達7里3 現在是公三私妻 現在是公三私妻 公子占3 然後那個3是沒有用的 如果說我們今天台灣女人要生小孩 願意生小孩能夠養得起小孩 條件是說我要有工作收入的話 那麼你提供的公佑占3層 目前公佑占3層是傍晚也沒有 4點多就沒有 寒暑假也沒有 星期三下午也沒有 對生育率完全沒有幫助 所以那個3層as good as nothing ok 就是沒有 那所以要在國中國小 國小來補色非營業委員 至少現在政府說到199年要到達300人 我跟你講 國小 校長 老師 家長會 家長會才奇怪 議員就去阻擋這一個 對對對 各位就要去想這個問題 對對對 譬如說台灣家長會長一堆都是搞不教業的啊 譬如說對不對 然後議員跟又多業者 他的金主啊等等 太多的那種複雜的生態 還有老師們他不要啊 他覺得那個學校空空的都很好 我也不要去惹一堆麻煩來啊 我覺得這個一定是要全民有所了解 你要去要求我的社區的學校空空的 你們剛剛說的嘛 為什麼不拿來做非營業委員 如果人民有這個共識的時候 那麼就比較容易 是不是這樣 然後公佑應該去學校來重新定位 那我個人是相信到 像非營業委員是80元對不對 我個人相信非營業委員不必到300元 到150元200元的時候 公佑就擋不住了 他就必須去學校化然後重新定位 就是你傍晚要帶啦 凡數價要帶啦 要不然你公佑沒有用啊 是不是 對 然後要審慎評估擴大補助 私利過於的實際性 譬如現在那個私佑公共化 那個是完全讓我腦筋打結的東西 因為我們剛剛說的喔 政策的設計之行就是數學的問題 好你私佑公共化你錢怎麼算 你怎麼算 數學問題嗎 你錢從哪裡來 從哪裡去 他跑到哪裡 跑到誰的口袋 跑到老師們的薪水會變成 剛造成什麼良性循環 還是跑到業者的口袋 你怎麼樣去監督 然後邏輯問題 對不對 台灣人貴國人民啊 所以會造假 你們知道 然後你知道這個麻煩在哪裡 業者以及家長 所有台灣人就是習慣造假 然後政府人力又極度不足 無法有效管理 反而接著政府就怎樣 自己陷入什麼 假的 行事主義 政府做的一堆事情都是假的 他沒辦法處理 就陷入行事主義 我對公務人員非常可以朗得同情 我只要有機會在政府部門講話 我要說怎麼會把年紀輕輕的公務人員 那麼優秀的人員都讓他去造假 他都知道他做的事情是無意義的 你為什麼要這樣去 怎麼講 去浪費他的生命 我覺得這個是最短 好 這裡要再講一下 支持女性就業的標竿政策 這其實是零到二歲公務托育 你看到丹麥零到二歲是到達88% 瑞典就是1% 但是瑞典的那個育嬰家 長達16個月 挪威 你看到這些國家特別的高 然後我們零到二歲托育 真的 我們整個社會 澳瓜政府都還陷入 零到二歲托育就是家庭的事 我們女人也是這樣 對自己都這樣講 然後你退出職場你去看看你就回去 就是這樣 這個是我們在 我們在推那個費引力幼兒園的時候 我們就用那時候叫 武甲社區支持費引力幼兒園 我們在2011年的時候就辦一個 對 然後 有了費引力幼兒園以後 這些媽媽們是這樣生小孩對不對 真的小酒小茶來生小孩這樣子 就是你覺得受到支持受到肯定 生小孩不是女人的事 而是社會的事 是有價值的事情 然後小孩整個社會的資源系統是夠的 就是真的是這樣 你要解決低生育率要像這樣 然後我們就在這邊 就讓這些給他們培訓 這些媽媽的小孩稍微大一點 我們就給他們培訓 讓他們去做一些 就讓他們進入職場 讓他們工作這樣子 然後他們會把他們的婆婆啊姐妹 都帶來一起做這樣子 我不相信台灣女人不想工作 是整個環境對不對 這個是高齡化去世 現在會有18年在這裡嗎 然後現在這個是65歲 水藍色的是65歲 其實目前還好 就是水藍色 這條是75歲 因為75歲以上的人 失能率就開始高了 所以我們真正的挑戰是 也不到10年了 就差不多從這裡就過幾年了 這個75歲以上的人口就是這樣爬的 那是真正可怕的 所以台灣面臨超高速超高度高齡化 因此現階段應該專制於開發人力 並建立輕省實惠 使國家和家庭都可負擔的服務模式 我覺得如果說我們剛剛看到台灣 韓國這些國家的那個高齡化是這樣的話 恐怕我們需要的高齡政策 應該是諾貝爾獎級的創新 要不然你要怎麼辦 你說日本 日本是 我現在 日本多久以前開始實施廠照保險對不對 台灣人一直就說要廠照保險 你才會有夠多的錢 這樣子 可是日本實施廠照保險 但是他安倍幾年前有沒有 就宣稱要提高營業稅5% 因為他長照的 錢不夠了 要調8% 他要調5%調到10% 但是調到8%的時候 他就因為那個物價有點過多 他就先停在8% 他是不夠的 然後他現在用營業稅又要把他調2% 是要拿來做托律 那台灣營業稅要調0.5%有沒有 那時候林權院長說要調0.5%醜長照的錢 台灣人都不可能 對 那對對對 好 我們就知道這些 台灣長照的困境 這最基本的啦 本勞外勞是1比10 對 你看喔 外籍看護就是家庭看護 對 家庭外籍看護23萬 是去年9月的衛福部跟勞動部的數字 那總共加上機構是24.7萬 你們看喔 這邊本國照顧服務員機構1.4萬 然後這邊日間照顧居家照顧9,400 你知道嗎 我們長照2.0最重要的就是這一塊 你知道嗎 你們知道那個荒謬在哪裡嗎 你們看喔 家庭看護23萬這樣 然後這邊9,400 那現在當然總統一直說 薪資要增加怎樣怎樣 我們大家就來盯著看 居服員他從9,400現在是多少這樣子 看他增加多少 那你要增加到多少才可以滿足這些 或者是這裡面這個裡面有問題這樣子 那外勞造成本國服務人力無法發展 如果我們把老人的這個發展 健康的老人有社區關懷據點 那接著衰老輕度、重度、重度、急重度 那我們看到目前有一點日照 居家服務我們剛剛看到有這樣有9,400人 然後機構住宿這樣 機構住宿我們剛剛看到外勞有1.4萬人對不對 本勞有1.4萬人在服務這樣子 那這邊沒有 現在何時不是我們的外勞政策 外勞的管制又急鬆 甚至自己去開放輕度、失能可以顧外勞 你知道嗎 就是你不曉得輕度、失能可以顧外勞 因為沒有很多親戚也沒怎麼樣 就顧外勞 所以才會造成外勞很失控 那你這個外勞失控的時候 你想要去做的人 你就進入無門啊 你知道嗎 也就是說你全面使用外勞的結果 你本勞、長照系統是發展不起來的 所以我們的長照制度是一個先天不良 後天失調 簡單來說 我看很多人都想要投入 因為現在政府好像要弄很多錢 到後來你就會發現 你要怎麼去做長照服務 那就沒有人 沒有人力啊 沒有人要服務啊 如果長照是被界定為外勞 做牛做馬去服務的 今天台灣人怎麼會願意去做呢 對不對 所以他造不到人 那當然現在政府就一直說 要提高他的待遇等等 我跟你講這個東西是根本的 缺乏適合國人的服務 我們的設計 對不對 政策設計 就是對不對 數學問題 邏輯問題 人性民情問題嘛 國情民情你沒有掌握住不適合台灣人的需求的話 你要怎麼樣去取代外勞 對不對 就是說你本國的服務 有沒有辦法去跟外勞來競爭 這個已經造成一個先天不良後天失調 這個問題非常大 如果我們剛剛說這個外勞人力 這個人力 這個每年是500億以上 這樣子匯租台灣每年是500億以上 外勞經濟不會變成本國經濟啦 簡單來說 這個一定也造成剛剛我們看到的 這個女性一直掉下來 就業率一直掉下來 尤其中高齡女性 像中高齡女性你讓她掉下來 以後她也沒死喔 女人活得超久超久的 超老超老的 誰要養她們啦 我跟你講小孩養得起嗎 丈夫養得起嗎 國家養得起嗎 你還是要叫女人自己養自己啊 她不就要怎麼辦 好這樣子 她三次實我們來看看瑞典照顧服務類型的變化圖 我們看1975年好了 她的機構照顧是9% 然後她的居家服務是16% 到2006年的時候 你看她反向就是機構服務更少 居家服務也更少 然後她發展出一些多元的服務 像禁鈴 如果老的會有淫宣證還有禁鈴 有需要服務的時候 她就要按什麼名之類之類的 那我們對於台灣的建議是這樣 可以參考的是瑞典在這個階段 1970年到1990年代初期 居家服務的主要內容就是清掃洗衣等家事服務 也就是這一套政策的支持服務 她所稱的支持服務 也就是說 我等一下說明 讓她來吸引大量低技術 低學歷的女性 中高齡還有中高齡的女性服務 發揮開發照顧人力 支持再宅老化 預防貧窮等多種功效 那這是瑞典走過的路 她在這個過程裡面 那個消除貧窮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那台灣現階段是不是應該來如法控制 譬如說我們現在講說 怎麼會動不動把小孩就帶著走 你想想看女人都沒有就業 然後她婚姻出現狀況 然後接著她就帶著小孩走 因為她沒有衛生能力 對 這個支持服務 其實這一套長照制度後來沒有被採用 但是我們還是會 並不會放棄 而是說適時的去跟政府說服 這個長照十年是下面這一塊 把它加上上面這一塊 好 那這樣子說說明是這樣子 我們對於健康寶人有社區關懷據點對不對 那有長照十年這樣子 然後它是一個昂貴的服務 然後我們把它加上這一套 我們提出的這一套政策就是加上支持服務 它是便宜的 但是是就業的 然後去發揮壓縮 壓縮失能 讓它失能變少 我有一次跟這方面的大老師說 這一套系統就是怎樣 要讓絕大多數人在這裡就離開世界 不要進入這裡 根本就不要用長照服務 對大叔數人來講 因為我們長照服務是界定 你失能達六個月以上 他的那個基本的條件 長照就是失能達六個月以上 那你們知道北歐幾年前追求臨終前臥床兩個月對不對 現在都是追求臨終前臥床兩週嗎 像我自己1996年第一次去 後來我就常常去 然後我就跟我的父母 我第一次去的時候我爸爸73歲 20年以後當過世 前年當過世 然後我就跟父母溝通這個北歐的理念 然後我們就這樣執行 我媽媽就說要韶向拜佛來追求善終 我剛說北歐人不是這樣 他是有一套 你是可以達到很科學 很務實的方法去達到善終 所以我父親根本沒有臥床 就沒有醒來這樣子 那我媽媽現在86歲 他也就是這樣 也就是說你大部分人 我們就從這裡就離開世界 我有一天跟一個大老一人一生 他就一直問我說人要怎麼樣從這裡走掉啦 我們想的就是這樣 我的父母今天這麼老了 接著我自己說 接下去不知道怎麼辦 他就會躺在床上吃臉這樣 對不對 所以台灣人齁 窮瑤前一陣子在講 你們說醫院持功 我們應該說醫院不夠 護士不夠 醫生不夠 對對對 是不是 我們剛說過度教育 我們是不是過度醫療 然後像我父親93歲過世之前 他90歲以後他就說 醫院不是給我們這種老人用的 他就不去了 他很怕去醫院以後弄得怎樣了 他死不了 走不了 你知道嗎 死不了 走不了 你自己很痛苦欸 他覺得那樣很沒有尊嚴 我的父親 他甚至不要外勞 他說外勞 牽著走路又餵飯 他說那個還沒有尊嚴 他不要這樣子 所以他就會維持好好的活活 然後我看他 但因為我採取北歐這一套 所以我都盡量 工作都讓他自己做 沒有 絕對沒有有失弟子夫妻老這件事情 你要知道 我們對小孩說 做父母要有所堅持 做子女要有所堅持 他去買米 買牛奶 他老人家又省 就要買一個好大罐的牛奶 有沒有 奶粉啊 我這樣踢回家 給他看 踢得動 踢得動就踢得動 你去幫他踢幹嘛 你知道嗎 他激勵喪失的時候 就回不來了 然後我自己一直在反省這些事情 我就說 為什麼我好像蠻可憐的喔 那麼老了 在虐待他 我想人家路上看到他一定是在想說 是子女不孝 可是我在想 聖劍說得對呢 人走出一點圓下來 你就是要流汗 你看 你才能夠有一口飯吃 然後從塵土軌到塵土 大概就是這樣 我有一個反省 你一定要維持好好的 你才能善終 才能夠走得順 如果你不信 我爸很厲害 他選在有點我們清晨 那天假好要去吃他晚了 他就沒醒來 清晨發現他走了 我覺得他好厲害喔 如果他白天狀況不對 我們就不去送到醫院 然後點滴打下去 還是鼻尾管弄下去 不就 然後請一個外勞 可能也活到一百歲啊 你知道 你看到的就是這樣 要吃嘛 所以我們很多的這種長照的需求 是不是被醫療加工製造出來的 我們要問這個問題 然後再來問想啊 很多是生不如死的 生不如死 你們聽到了 對 我也會想啊 如果我更努力的照顧我爸爸 不要有所失誤 不要讓他半夜就走掉 他會活到一百歲 可是我想說有什麼意義 健保錯誤啊 對 台灣有便宜好用的外勞 再來有便宜好用的健保 再來就是那個生不如死的同意 我們到底是在孝親還是在虐欺負 我們真的要一堆老人都是綁起來照顧 好 那我們現在有一種叫做無約束照顧 就是說老人中風了以後 你怎樣讓他恢復 約束就是說把他綁起來照顧 因為你插管以後他會綁管 所以你就要綁起來 無約束照顧就是說把這些都拆掉 然後讓他自己重新學習走路什麼的 我跟你講 北歐就是要追求 你根本就不要進入了 那些都是財產法實的 那些照顧的那個機構 都財產法實的 財產法實的 財產法實的 對啊 不懂了 我懂 就像我們去推公共托育就很難 因為都盈利業者把持了 把持啊 他有意外人家選舉需要選票 都要他們支持 所以我們就是要去推這個東西 把這個推生出來 那讓老人能夠 大多數老人得以善終 大幅度減少使用長照服務或外勞 如果你是在這個程度 那麼是支持服務的話 加一點這個照顧服務 那台灣人會用你去做 你就不會都是中重度失能的人 所以現在長照服務人員他的職業傷害很重 因為都重重度 然後又都 因為有錢的人請了外勞 沒錢的人 重重度就有本國的長照 所以他就很沉重 所以他就很容易職業傷害 然後最後 剛剛這頁是長照現階段應該怎麼樣 我就把他跳過去 1928年 這個位置跑掉了 1928年 瑞典社民黨主席韓森 他說一個好社會應該像一個好家庭 實踐平等 關愛合作主人 就是這樣的一個價值 這樣的一個思維 大家知道北歐叫做人民之家 他的社會 他的國家是人民之家 這就是人民之家的基本理念 開啟瑞典社民黨從1932年到至今 85年間長達72年的執政期 成為北歐模式制度的火車頭 我有一年去丹麥 那時候就沒有電腦這些資料 所以我就去丹麥的國家統計局 我說我要買那個英文版的丹麥統計 然後他們就給我一本 然後就說不用啦 就送你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你來這裡做什麼 你應該去瑞典 瑞典做什麼 我們就學著 學到他們這樣子 所以瑞典成為北歐模式制度的火車頭 製造北歐各國的糖、製、酒、富 他們的經濟狀況都很好 北歐各國都說 我們的社會福利沒有需要縮減 因為我們的財庫不愉快吧 這樣子 都很充裕這樣子 真的是非常非常厲害 它都是在人民GDP和國家競爭力的排行榜的前十年這樣子 幾十年這樣 你們剛剛講到一些東西 譬如講農民 北歐的農民 哇 北歐農民組織很厲害 我覺得 我去搞懂北歐以後 我就做一件事情 搞組織 組織 我跟他在一起 你用了組織 你就不會有蔡蟲 你就不會有最近鬧得不休的那些事情 你就會農民自治 北歐人 結社 自治 自己治理 這樣自治 對 地方自治 或者是譬如說農民 結社 自治 工人 對 然後剛剛講到小孩生下來以前的事情 你們去看那個楊嘉玲教授 家是家 家姐的家 林是林陽的林 高雄 高師大的教授 他有學瑞典 他在裡面生小孩 所以你去看他的書去講那個瑞典 對於家庭的支持 對於從你生產之前到整個以後 你有小孩以後的那個支持 你去看那個 我們 我自己啦 也想要來臺灣來實面這個東西 但是講得比較容易 來想要太陽的支持 其實剛剛有一個警報 他呈現一個兩個雙高跟雙低 對 在兩個區域 其實就完全跟我們現在在看的是 一樣的雙低的義大利 還有一些亞洲的國家 對 都有共同的特色 他們一個最大的共同點就是 負負產率跟在生產的醫療況最高 負負產率跟在生產的醫療況最高 負負產率跟生產的醫療況 負負產率跟生產的醫療況 瑞典他整個的產檢 小孩的健康檢查 都在社區裡進行 都在醫院 對 他們的助產師是無籍的 然後他們的醫療是稅收 不是健保 不是保險 然後他們蠻克制的 楊佳玲說他的女兒小時候發高燒 然後他就打電話去 自己就跑去逛醫院 打電話給社區護士 社區護士就聽一聽就跟他說 好 現在不要去上廢所了 那你就給他喝藍莓果汁 因為瑞典那個到春天 夏天就要摘菇 夏天就要摘藍莓 然後製果汁 然後那個非常的營養 好 然後三天都高超不退 然後到第三天的時候 他就打電話去給社區護士 社區護士說 那你現在就去看醫生吧 然後帶一本書去 因為可能要等一下 然後看了醫生以後 醫生就說 就是這樣 回去喝藍莓果汁 人家對醫療資源是這樣用的 是 對對對 你台灣造成那個燙生素 藍莓等等 對對對 那是一個很自律很自治 那個自治兩個嘛 自律 另外一個自治是self-governing這樣子 這樣的一個社會 因為這個是要靠人民 真的是要很理性 很能夠好好去思考抉擇這樣子 高度自覺 高度自覺 對 所以我去北歐這東西的時候 還發現說北歐人的knowledge 跟美國人的knowledge不一樣 譬如說北歐人的那個稅收 是public 你隨時你要知道 劉玉兄賺什麼錢 繳多少稅 你只要去 就查到了 是 他的陽光法案是用在所有人 在台灣說這是個資喔 見不得人要藏起來 對 對 那個knowledge是不一樣的 對 那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 我覺得如果說今天只講瑞典的話 我們很容易想說 人家就是睡睡高 我們沒辦法做到 瑞典台灣穿插這樣講 我覺得 欸 那個picture好像也 也不是那麼遙不可及 對不對 對 所以我覺得 剛剛人家有應該給大家很多的 待會會有很多的問題 不過 其實我剛剛 聽一下我在講的時候 講到瑞典 尤其是我最近最常講瑞典 因為我們出門說 社會民主是什麼 瑞典的時間紀念 一個自由平等 跟社會團結的 核心的價值是怎麼樣 滾動這個社會的 那我很容易掉入那個 那個所謂的福利國家的危機 那樣的一個 我大概十幾二十年來 所有的技術官都會告訴你 如果你想說 你不要請輸這個 這會不值 那睡一直減 對不對 減睡了以後 又告訴你說 你會很幸福 但是 每次看到 譬如說剛剛 我們看到減睡跟 我們的社會福利 還有我們的 那個 嫂子裡話等等 這些問題的時候 你們又為什麼 周杰倫說好的幸福呢 對不對 完全找不到那個幸福 對不對 但是 但是某種程度上 你從這套制度裡面 你會看到某些 福利經濟學 福利的經濟效益 展現出來的 因為很有公共的托育 我有多餘的錢 可以在消費 那你滾動 滾動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 好 剛剛其實大家 都會講到健保對不對 那健保選不選汗 很多點頭 來 我先給大家玩一些遊戲 做一個出錢的那個 然後我們就來開放 健保 2017年 台灣的全民健保 總共 蜘蛛人多少錢 蜘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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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一個我們就公佈答案 兩千億 答案揭曉 答案揭曉 舉多三十有什麼 Google 回去Google一下就知道了 六千四百多億 將近六千五百億 你想想看 如果台灣沒有健保這筆支出 六千五百億 out of pocket 中立的口袋拿出來 你還敢申嗎 你還敢買房子嗎 你還敢做其他的人生的規劃嗎 這其實就是我們來講說 福利經濟學 福利的經濟效益 大概兩年前我在這邊跟一個法國學者在討論 福利的經濟效益這個事情在國中 我們怎麼樣做到 然後呢 福利不再只是想分配 而是在說它能夠創造這個社會不一樣的願景 剛剛其實老師有在講 大家要我再聽 如果你看看那個人口老化的趨勢的話 聽畢秀老師的話 肯定沒錯 未來十年 二十年 殯葬業絕對是你被投資 好 進入 大家有沒有問題 一位 我們先求三個問題 一個 兩位 三位 來 大家好 敢配老師的研究 那接下來的問題或許有點犀利能夠解釋 就是我長期關注這個燒舌話的議題的時候 我會發覺你如果去看那個層面好像兩個世界 18世紀工業社會之前 地球上的人類社會需要有八成的做農業 你才能夠養活全部的人 而現在美國的非農能口只有2% 因為技術生產力的提升 那你會去看說 森蘭打敗西洋氣 在十幾年前的時候 他們會說 以為期超過西洋氣的複雜程度 恐怕要五十到一半年 而你知道去年阿法國打敗 所以以希拉瑞的科技顧問說 你會看到不管從歐巴馬川普 他從頭都在講我創造多少就業 創造多少就業 實質上是因為美國每年 減少四百萬的工作人口 所以我發覺到 即使是 我一樣是一個台大社會科研村的學生 可是我發覺到的是 人類在做少子化 我們在談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的事情 可是你會知道無人車現在已經在跑 你知道遠距的醫療 或其他在尖端的醫療裡面 搞不好以後一個人 無人真的一直用遠距 就可以幫友誼的人開刀 所以這個問題在於是 已經有知識分子開始討論的問題是 少子化這些台灣來說 到底是災難還是救水 簡化來說 如果你去問機械人學者 他會不會很樂觀說 二三十年後 你現在長照需要人做的事情 那個時候的機械功能 其實都沒有機會就能做出來 日本的確以這個方向 在做他的長照方向 所以我的問題可以簡化為 台灣現在兩千三百萬人的社會 是要靠著 一千一百萬的勞動人口去維護 去生產 為什麼我們不能夠去討論說 長照真的需要更多領域的人去討論 而避免錯字悲觀或度樂觀或錯觀 如果二三十年後 四十年後 那個時候地球的生產力 包含台灣 就是減半 五百萬或四百萬 就能夠做現在兩千三百萬元 每一千一百萬老公民做的事情 那麼我們現在去擔心這件事情 會不會反而是錯誤的政策討論方向 謝謝 來 老師謝謝您的這個演講 然後我是一個比較外行的人士 所以就並不像說有些人可能是特別專業的人 那我只是有點好奇 像我們剛才看到的那個圖標裡面 女性可能就是說在三十歲之後就也沒有在就業 那只是已經在一個低薪的情況之下 如果女性也沒有在就業 然後她們又一個沒有工作 而沒有想要留小孩 所以她們進步工作也沒有小孩的時候 我不是很確定說她們都在做些什麼 就是說她們 就是那如果已經很低薪的話 那她的是原生家庭還是說是先生去 就是說支持她的這種經濟生活 然後第二個的話 我猜想應該是有點困難 可是我覺得我是不是應該在某個時候 開始提倡這種自發性的那種i-loss 就像說不管是不答案 她可能是最近提出一個她因為是癌症 所以她覺得她的這種生命的品質特別差的時候 那她覺得她可以考慮安樂死 可是像說如果很多的老人 她們都怕說自己有非常長的時間得要落病 或是說她沒有辦法善終的話 其實如果說是在一個制度完善的情況之下 她選擇即使沒有那種絕症而去安樂死的話 也可以就是說避免走到那一個 剛才在那個就是presentation裡面講的那一個和蘇的部分 那這樣子或許也是一個解析的問題 謝謝 來 OK 可以 大家好 我這很懷疑我們想問這個究極的問題 因為這個小舉話當前面朋友提到 那個小舉話的危機的問題 我們老是有關注所謂的年輕的這一概 可是台灣的產業那一位 他是把那個35歲以上就已經完全把你刪除掉了 很多的企業勞工 他的年輕度還不知道50歲的人 剛才下 他找了80家的工廠 比例只有80分之一 這個能夠消耗只有80分之一 那我請問的就是說 兩個人就是說 強調究極的這個問題 將來所謂的AI系統 能不能進入 所謂的機器人進入的時候 等到機器人能代替 強調說什麼都能能進市場 這個你有沒有注意到 然後一些所謂的就業市場 如果這樣疫苗在大耳栽培 非常努力的話 那是不是有可能就是說 加入所謂的全民機無常 跟基本上路這一塊 因為如果說要需要財源下來 對比他也有類似的實驗 所謂UDI 但是 就業市場這一塊 如果沒有根本的解明的話 你一些的問題 包括廠商 反觀能力加進去 你還要更新的配合問題 包括被招募的人 跟居家服務的人 更新配合問題 他如果超過50 把那個居服員也快了這樣的話 那這個就是這樣 循環再循環的 這個我請教老師的就是說 教練還有這種 居服員的那個 配合 本國的居服員的配合 有那麼好的教練 比較合理的解決 不是說要將教老師的那個 常常教練的問題 好不好 謝謝 再一個 我們再多一個問題 然後再就第二輪 您第二輪好不好 我是那個蘇漢智男 剛剛那個劉教授提的 常照的 最後第二月你提到說 常照新思維新作法 前端難節失能 這一個部分 那你特別提到說 要建議在常常繞時內 跟社區關懷據點加入 支持服務 社區檢疫日託 那麼到宅資源服務 那你在你這一章的簡報 各位可以看 大概是前面的第二章 你特別有提到說 社區關懷據點是指健康的老人 那其實我這個大家說明一下 行政業這個社區照護關懷據點的計畫 其實原來是我們台南縣政府的 村里關懷中心 那我們是2002年 那2002年的6月份就開始做了 但是我們當時的名稱叫 村里關懷中心 但是不是針對健康老人 其實包含的話 就是包含剛剛輕度的 中度的這個部分的資源系統 所以目前行政業把名稱改叫做 社區關懷據點 可是做的是健康老人 跟我們原來的本意是不合的 就是說我們原來的本利 就是要針對這些有部分資料的 那麼協助這些部分資料 這是原來的本意 但是當時因為地方政府的財政困難 所以我們當時在人力上就缺一個 專案管理的社公司 那因為地方政府沒有這麼大的財力 所以當時我們本來是希望說 如果中央能夠支持一個專案管理的人力 包括現在有一些送餐 家事服務等等 這些比較所謂的輕中度這一個部分 是可以透過社區關懷中心 就是村裡 原來叫村裡關懷中心 那麼可以做管理 把村子社區裡面的這些輕度的 都可以得到照顧 然後甚至於有一些比較輕度的 他就帶到這個社區關懷中心 讓他跟健康的老人在一起 對他的整個精神狀況是會有幫助的 所以當時我們在談到那個長照干嘛講 然後整個長照系統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全部排除在外 我們就認為這是一個最嚴重的錯誤 這是一個最嚴重的錯誤 所以這個劉教授剛剛提到這個 我要做一個說明 其實我們的本意本來就是這樣 只是後來不曉得為什麼被切割煙成這樣 這個大概我做一個說明 那麼另外剛剛這個劉教授提到的 所謂的社區化的 所謂公共化的公託或是保姆 那麼在剛剛沒有特別提到說 在公布的官方辦的 那麼跟私人辦的你這個公共化的這個界定 沒有界定非常清楚 但是其中有一項非常重要就是說 台灣為什麼不能變成一個社區化的 社區化的保姆跟托嬰中心 其實社區化的保姆托嬰中心 它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 你必須要社區的這種法令 就是一種所謂社區法的這個概念 但是因為台灣有兩個系統 一個就是村里長 一個就是社區發展協會 然後造成這兩個系統長期的矛盾 這個村里長算是公職選舉 但是他不是一個機構 一個人 單操一個人 但是這個社區這個協會 是一個人民團體 所以剛剛在談所謂的公共化的 公託 託英 就是公共化的這個託英制度 其實可能需要更具體化來談說 我們應該要一個社區化的一個託英保姆制度 那就是這個概念可能要更具體 那麼在這個更具體的概念底下 要去處理村里長跟社區發展 是一個惡言 而且往往是對立的關係 所以台灣可能必須要在內政部 把村里長跟關懷 全世界大概沒有自治團體都不會公職選舉 所以村里長的選舉在台灣 算是一個歷史留下來的一個很奇怪的制度 就是說如果是一個社區化的一個法人的話 那就是非常match所謂的公共化的 這樣的一個託英保姆的制度 那麼這樣的一個託英保姆制度 需要把村里長跟社區要整合變異言化 大概一次分享這樣的一個 最milder 也最所謂的神經末端的體制的衝突 那這個請劉教授 你不能回應一下 好 這個是 我再確認一下還有誰要提問的 第二輪有嗎 兩位 好 第二輪 我們先請劉曉老師提問 那個人工智慧和剛剛也是產業的問題 我要講那個瑞典 北歐的能源政策 我剛剛講北歐非常注重創造就業 譬如因應女性角色的改變 他就有照顧老人 照顧小孩做就業 那現在最重要的議題之一就是綠能 那北歐的綠能 他當然也有太陽能板也有風電 現在我看到台灣的風電就要請當代來做 其實台灣的一些垃圾焚化爐也照 譬如當代來做 所以他們也發能源產 可是他們最重要最重要的綠能政策 他真的是用很多人 就是說他會兩面 一面我產出什麼東西的時候 另外一面是就業 他不會說事小而不為這樣子 樹葉樹枝去搜那個什麼 各種任何的東西可以搜到的 滷掉的過期的餅乾什麼的 他通通都可以把它變成能源 對 能源 然後他為了譬如說 那個什麼雞啊豬啊的內臟 他們不吃內臟嘛 怎麼樣把內臟拿來那個 然後他們要怎麼講 Wing of 那個什麼東西 就是要豬年的要談那個 石化的那個能源嘛 所以以前的油灌車 台灣不是都很大的油灌車嗎 所以你看到他現在的油灌車裡面裝什麼 裝一堆的譬如說 那個豬啊雞啊內臟這樣子 從油灌車的駕駛沒有問題 那你現在就去收那個豬啊雞的內臟 那你就不再是石油 那你載那個 然後就去載到那個早期製造的那個廠 然後就把這些東西把它灌進去打碎 然後裡面然後多久以後 他就會怎麼樣怎麼樣變能源 他這種為了要處理能源收集能源 他把任何的東西 我在想我看北歐以後 我就在想台灣怎麼有可能呢 我們把家裡的這個食物 或者是公園的什麼庭院裡的那些花草啊什麼的 然後就拿來然後就弄到焚化爐裡去燒 然後就來污染通勤這樣子 所有這些對他們來說都是能源 都是能源 然後你要這樣子具細迷移的把這些東西收集起來 你就需要很多的人力 我覺得可能你說AI會取掉很多的人力 有可能未來能夠創造讓人還能夠去工作的 這件事情會非常有價值 那我覺得北歐他是這樣的一個 注重這種東西的一區 你們說那個體能訓練 楊家裡他去瑞典讀博士班 你是博士班你就有那個健身券 然後健身券他拿了健身券就要健身 那健身券就有一堆人以健身來服務為生 就是這樣子 他去健身券拿了健身券以後他就說 他都要挑那個老人班 因為他們的那個體能非常好 他從小就非常注重體能 如果你去到年輕人的班 楊家裡去讀博士當然是年輕人 可是如果去到年輕人的班 台灣去的就馬卡就不行啦 所以他都要挑那個老人班 那勉強才可以跟上這樣子 他的那個體能訓練 包括老人的體能訓練強度很強喔 我常看我就一直警惕自己說 我這個肌力不夠 像我這種人就是肌力不夠 這個要再加強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 譬如說我剛剛講的這些 這些長照服務等等有沒有 他眾多的就是人力嘛 那我們為什麼對於那個 微微細細的那種 怎麼講去把它收集起來 可以是能源或者是照顧老人 這些工作 我們為什麼要認為它是不值得做的呢 如果我們做這些東西能夠使人 使世界變得更好 那我們就去做 然後那就是一份工作 然後 然後 對 他們北歐其實一直是高科技 北歐是非常高科技的國家 譬如說 他老早就是一個沒有錢 不用補足 對 對 所有這些 可是他另外一方面 卻非常強調勞動的意義 勞動的價值 對 所以我覺得可能另外一面 去創造就業創造勞動 是在未來 在快速的被機器取代以後 恐怕這個是更重要的世界 然後就是 現在那個AI造成 大家都知道那個 簡單來說就是AI成名的問題 以至於那個 Sean Parker就是那個 演書跟主客我共同創立者 不是叫Sean Parker嗎 他最近就站出來 說他要做一個有良心的反對者 他說你去使用演書 使用這些東西 他太多的東西 他其實去刺激你腦中 分泌什麼東西 多怕 就是吸毒了 然後他說 我真的不知道 我們在對我們孩子們 children's brain在做什麼 譬如托育 真的真的 你不能夠以前是電視托育 一定不可以 今天網路托育 一定不會長成人 這是Sean Parker說的 你讓他這樣滑的時候 就刺激到腦中分泌 那個作用他就說的 完全跟 跟 Cocaine是什麼 Cocaine 骨殼鹼 骨殼鹼 作用完全一樣 就是他就是刺激你 分泌 他讓你能夠 你開始在那裡這樣scrolling 可以發現 發現說應該停的時候 譬如說已經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了 他為什麼能夠讓你這樣 那個作用跟吸毒是一樣的 然後Sean Parker說 他說他就是去年才站出來 他就說 我們到底在衛國 Our children's brain做了什麼 然後還有那個發明Likes那個人 叫做Rosenstein 就是那個臉書的按讚功能 對Rosenstein 對他最近也跑出來了 然後他就是說 就是他把他自己的 他自己的iPhone 自己用的iPhone去設父母控制功能 你知道嗎 然後另外一個是Google Google的設計師叫做 Tristan Harris 他說大家要注意到 矽谷那些高科技的那些人 他們的子女都送到禁用 甚至禁止電腦的這種 然後在lead schools 靜音學校去 然後我們卻天天這樣滑 然後讓小孩 我們的小孩滑 然後我們這麼相信 這叫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我們對AI之間 那個叫做完全是stambiosis 共生關係 就是沒有自我的 你是被掌控的這樣子 我覺得說不定 現在那麼多像Sean Parker這些 所有這些人 開始出來呼籲這些東西 說你的iPhone 他給你的就是跟骨科鹼一樣 你按likes 別人按你的likes 你的腦中的作用更不可見一樣 我相信這些呼籲開始會發生作用 開始會讓我們警覺到這樣子 如果說我們的工作都會被機器拿走 那是有意義的拿走 還是說我們人類需要去思考的事情 我覺得這件事情恐怕是要比較critical的來看待 我剛剛說的那些資料都已經那些人 那些我剛剛說的Sean Parker那些人 都是去年2017年下半年出來講的 對 就是很新的他們的突然一些高科技的 內部的年輕人出來 Sean Parker已經不年輕了 其他人比較年輕跑出來就是去講出這種聲音 你們都被控制了這種聲音 然後再來你說那個女性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你要生小孩又要有工作很難 所以就會變成 你要有小孩你大概就離開職場 那剩下的人工作 那你一分以後就會變成 工作的人也少 生小孩的人也少 也就是說你今天要維持 那個Aspie Anderson說的啦 你如果再沒有這一套 能夠讓女人兼顧工作和家庭的 這樣的一個國家支持系統的話 你這個國家這個社會是會滅絕的 簡單來說 所以你剛剛問的那個問題 就是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 台灣女人既不工作又不生小孩 他們在幹嘛這樣子 因為他沒有辦法兩拳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 很快要做應該要去做這件事情嗎 這樣子 可是我說實際上如果他們真的沒有在工作 也沒有小孩 那我說就現實社會上 他們真的是在做什麼 我就請教的意思 就是說他們都在路上逛來逛去 台灣有非常嚴重的過度 台灣有非常嚴重的過度教育問題嘛 所以我們其實很多就是一直讀書 一直讀書 譬如說像瑞典 我問學生說這樣好不好 他們說不公平 他們瑞典大學都規定四分之一的名額 要留給工作滿四年滿25歲以上的人 那台灣我說 譬如我在台大教育 我就跟台大同學說 那台大四分之一的名額留給這樣 他們說不公平 因為就會排除他們 所以他們非常去鼓勵你早早的要就業 而不是一直讀書 那請問安樂時的問題沒有 安樂時的問題 好 沒關係 等一下 我們就 安樂時的問題 就 病童等一下的最後兩個問題 然後一起來回答 來 來 有教訓的對大家好嗎 可是我覺得 那個 現在有很多工作啊 其實是三、四十多個成功 所以其實不用擔心就是 未來人類會沒有工作 因為產業型還可以增換 就像那個哈佛大學教授的那種 就是 就算可以取代很多工作 但是我們未來會發明更多新的工作 我們的職位跟名稱 都是現在沒有的 所以說其實 電視線 未來會不會有工作 其實也可能看不出來 對 而且那些 重複性的工作 由機器人來說反而是好的 就是因為那種很異化性的工作 對我們人類就是 這種心智的那個 發展也會滿好 所以 給他取代掉 也剩一件好事 那我要問一個問題其實 之前那個 有一個報告寫說 那個公脫被利用的人那件事情 我覺得 除了就是 剛才講到 為什麼有一些家長會 跟議員的反對 除了那些官商勾結之外 我覺得最大根本的問題是 人民對政府的不信任 因為我問了一些朋友 就說 那你最近生小孩了 想不想去申請被利用的人 然後說 不要啦 那個 那個薪水 那個學費那麼低 他說不知道那個 老師的素質怎麼樣 那幾乎每天都在玩 都很在教 他說他就要把他送去那種 商業的 就是民眾 民營的幼兒女 這樣才會 不會輸在喜好點 那我就想說 那 就是人民自己 本身就是對政府 不是那個政府 做的就是 比民間的爛 所以大家不願意去用 所以我想請問 劉教授就是說 未來再說服這些 民眾 或者是 人民自己本身 要怎麼迎接這個共識 然後來 這樣來參與 來推動這個政策 因為這樣看起來 其實對全國 都是一件好事 可是因為人民自己 就是 對 就像我剛剛講的 剛剛 聽了一大堆 在質疑 所以說 浮面胡道 我有一個 正對台灣人口 如果越來越少 有一個國安資料 不曉得 劉教授有沒有看到 那個 那個 那個議案叫做 小英新交權 用幾次 這個國安資料 在做不到一個很特別 我想台灣人 這塊島上的 人口 要 把那一些 一路 趕出去這件事情 都應該做 甚至於連 這個中華民國 都要趕出台灣 然後我現在是想請教 劉教授 你願不願意參與 把這個中華民國體制 趕出台灣 然後我建議請劉教授 來領導台灣 你願不願意 如果你當一個台灣人 你都沒有辦法說 我要自己來管 為什麼要 中華民國體制來管 為什麼要進到他的體制裡面 去為他修修服 我看 我相信 劉教授已經看到了 一個 非常嚴重的 這個 所謂的 謬誤 為什麼台灣人 不自己來 在這裡提出 想聽聽劉教授 你有沒有願意 你當 當一個台灣人 你要自己來 為什麼要替中華民國設想 為什麼要 為他而活 謝謝 那個 最後的幾個問題 那我們就用很简短的方式 時間大概 三分鐘 阿樂史其實民間有一些方式 或者自古本來就有一些方式在進行 不管法律有沒有通過 好像也都可以用 但是如果有一些比較 比如說 我有一個朋友 他媽媽在鑰匙往校的時候 他就是民間的方法 他就是 子女他們大家都講 都了解 然後就進食 然後就 大家就唸阿彌陀佛 反正 要照樣吃這麼好 你會太難過 然後幾天 他就走 這樣子 然後剛剛你說到人民沒有共識的事情 就是我剛剛說 人民沒有共識是政府最大的幸福 所以其實要去 那個問題就在於他剛剛說的 就是小孩 不要讓小孩輸在氣泡點上 對 其實不要讓小孩輸在氣泡點上的惡性競爭 對小孩是很大的傷害 對媽媽尤其是 因為那個親子關係很差 小孩的同儕關係很差 因為他的同儕就是他要打敗的人 競爭的人 其實這個東西我們恐怕要用比較柔性的力量去給他化解 然後其實社區也是很重要的 社區父母如果大家 這個必須大家都要放下干戈啦 如果 對 像我們拍的那個幼兒園的那個紀錄片 然後小孩十年以後我們讓父母回來 父母說他們說叫做三個月換三年啦 就是說三個月的銜接 幼小銜接就夠了 然後你就可以玩三年 然後那個父母們說 我的小孩學也學到了 玩也玩到了 為什麼要一直做那個 然後有一個爸爸說 現在小孩一天到晚就是去補習班 去安心班 去幹嘛幹嘛 他說剛才沒有童年 他說那樣很可憐啦 所以我們其實是不是 反而在這方面給小孩有一個 然後你剛說很多工作 我今天講的工作是 我覺得啦 我今天講的工作是比較不應該用給來來取代 譬如說帶小孩 照顧小孩 其實非常異成不變 可是我知道你說的是像那個工廠那種 很異成不變 和小孩的 我們所謂傳統會被認為這是傳統 我是搞副院的嘛 我是女性主義的 所以女性主義有時候他們也會問我 或者美國的女性主義就不認為 你為什麼要叫女性去做照顧小孩的工作 或照顧老闆的工作 那是異成不變的工作 沒有發展性的工作 沒有創造力的工作 恐怕這之間要分開 這裡面要有很大的創造力 他有不一樣的對不對 那他是值得的 就是說你像現在日本 他就日本人比台灣更厲害 就是說忍著活 所以日本人沒死你知道嗎 所以他的長照一定被拖垮的嘛 對不對 那那就沒有辦法 日本人最不願意用外國人 也開始在討論要不要用外勞 所以他後來就要用AI啦 對不對用機器人啦 那用機器人照顧老人 其實是對老人是不能完全取代啦 要不然老人也蠻可憐的 或者是說他根本就不應該讓老人這樣子 忍著要讓老人一直活下去 日本和台灣都是中風率很高 然後中風以後一直活 這樣子 對 我們怎樣讓他變成是 一個好的照顧情境 是值得有價值的照顧 而這個不能說是一成不變 或者是說沒有創造力 或者是說沒有發展性這樣子 所以像教育部對於非營利幼兒園 他就有一個合理的起心 然後有調心的一個規劃 就讓他 當然你要去跟什麼高科技公司這樣 是沒有那麼好 但是至少可以維持一個尊嚴的生活 像這些我覺得是值得努力 那你剛說的也是要邀請大家一起來 呼籲說要設這樣非營業 非營利幼兒園這樣的一個機制 那接下來我們會推那個 非營利居家保護這一類的東西 繼續去這方面的利益這樣子 那跟那個中華民國那件事情 有一點 太偉大了這樣子 所以我就比較難回答 説換字走了 不過他講的他剛是說明 那沒有什麼需要回答的 好 那我們再次掌聲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我們今天是非常精彩的一個對照 因為事實上 譬如說我自己在教社會主義 我講很多北歐講很多 那個瑞典或其他國家的福利制度等等 但是有一個很 非常好的台灣對照組 可以來做為一個對照的話 你想說那不是非常不可及的地方 而是說它是可以實踐的 那當然 當然 藝球老師的書 北歐模式的這本書 北歐經驗 台灣轉化的這本書 裡面有很精彩的文章 那當然還有這本書裡面 那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 一定會有一套制度 是適合台灣去參考的 那過去這二三十年來 我們讓另外一套制度 好像實驗的滿久 對不對 實驗的結果是什麼 實驗的結果是 現在我們持續透過這個問題 我們沒有舉起這個問題 反而讓問題更惡化 那我們要不要停下轉步 好好思考 是不是有另外一套方向 有另外一套制度 可以讓我們來試試看 那說實在 我也覺得北歐的模式 其實是很值得大家參考 那北歐模式 它不是一天造成的 它是有一個歷史的脈絡 它有一定的那個 那社會的連結 那我們就好好的來想一想 台灣社會到底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建構 比如我剛才講的 自由、平等、社會團結 怎麼做到 然後我們如何讓整個社會 往我們期待的方向 那其實我 當然我不會隱藏 我確定了 我的工作AI應該沒有辦法替代 社會運動 社會運動 鐵麥就說 你要好好的 機器人 他說好好的 你會怕嗎 你會怕嗎 但是我覺得重點在說 台灣要變成什麼樣的社會 是我們可以選擇 我們可以想像的 我們可以努力的 這才是重點 我剛才講說 我不隱藏 我是一個社會主義的信仰者 而我所信仰的社會主義 不會什麼都免費 如果你是一個資本主義信仰者 你的資本主義也不應該什麼都商品 其實我們回到這個外露 脫育該不該商品 薑蜜該該商品 薑蜜該該商品 醫療該該商品 這就是可以滾到一連串的思考 然後我們往一個我們期待的方向 如果你有什麼選擇 台灣必須是人頭請贏 誰能多錢贏 還是人人為我為人人 你會選擇一個 這個嘛對不對 應該大家都選擇這個吧 那有沒有可能我們 透過今天的討論 透過一連串的討論 我們努力的往那個方向來賣動 這就是我們今天 再次感謝 李宇治老師 給大家的贊助 那也希望 感謝我們折育的團隊 折育的智光團隊 努力的維持每個禮拜的折育 讓我們做好合作 那今天是由折育的小學生 來折育的賺領館座 那也感謝這間店 叫做左轉右出塵 火車咖啡 上面有一個獨立宿店 台灣的實體宿店 就是AI的犧牲者 因為大家都會用手機就下蛋 然後實體宿店就倒了 那也如果可以的話 也歡迎支持獨立宿店 讓獨立宿店能夠 持續的成為台灣的一種文化 那以上 謝謝大家 謝謝